主治医师 介绍一下这个病人的病程 他是一个60多岁的铁性男子 吞咽的时候他比较特别 他是左侧的喉咙痛 只有左侧 一般感冒大概都是左侧喉咙痛 三个月来陆陆续续在附近的诊所 服用止痛药跟抗生素 都没办法缓解 有是药就好 没有是药就没有好 无法根治 来我们医院的阿比尔科门拯救者 理学检查发现在左侧后咽壁 后咽壁是什么位置 等下我会跟大家介绍 有一个0.3公分的黄色的丘状突袭 那我们也用了棉棒去碰触那个地方 来确认 尤先生也是表示 就是那个地方在疼痛 那与他讨论之后呢 隔天就以一个局部麻醉的手术 完全切除那个抗咽壁的肿瘤 那这边是一个影片档 有这样做的类似镜 有看到后印币有一个秋妆的图形 这边是鼻子 然后进到后面就是鼻炎布 再往下就看到那个后印币 我们看到下面那边就是称带还有慧燕 那在荧幕的右上角就是病人的左侧 后印有一个黄色的图形 好那就是这个那个那个图 我们从影片解决下来 我们看到在后印币这边有一个 0.3公分黄色的图形 好那经过病理科的化验 他正式是一个放射菌 是一个Actinomycosis 那术后我们知道是一个放射菌之后 我们也合并服用了排名信念的抗生素 一个礼拜 那一个礼拜后他伤口预后良好 他困倒他三个月之久的红痛 也因此而根治 好这是术后 刚术后他刚才看报告的伤口 他本来的凸起已经被我们牵 本来的图形已经被我们签署了 那现在还有一点滑滑的 是因为有一点流化的颗粒在里面 那之后再吃了一个礼拜抗生素 他已经完全回复原来口香黏膜 正常的粉红色的黏膜 那这个是病理报告 病理报告 病理报告他正式是一个Actinomycosis 就是一个放射菌的菌末 然后旁边有一些笔巴的增生 就是病理报告 那这个是病理报告 这个是吕先生的病理主书图 刚刚提到放射菌 比较特色的是它是有硫黄的颗粒 那我们在那个染色下 也可以看到有硫黄的颗粒 那这个是讨论 已经形成丘状或肿瘤状的放射菌 如果服用抗生素效果不佳 那书上所有都建议最佳的治疗是 手术切除之后合并抗生素的使用 那长在后院币的放射线菌 在尾线中相当罕见 所以今天特别提出 来作为以后如果有长期 无法根治的喉咙痛 一个鉴别诊断 整个诊断之一 那后面是结论 长期服用抗生素及止痛药无效的喉咙痛 建议到大约的颗粒检查 以排除是不是有癌症、肿瘤 或罕见的感染奶相近的放射菌的可能 那这时候去查PAPMAP 大概就是医学尾线 医学尾线大概都是用PAPMAP 是最大的资料库去查 那查后应币放射菌 以这个标题作为Cast Report的报导的人 大概只有1982年在波兰有遗例以后 他是一个七岁的小朋友 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解解一下放射菌 他是一个格兰式阳性菌 他是一个分支杆菌 他是艳养菌 不会运动 没有运动性 不会产生包子 那刚才有人提到 他产生流众的颗粒是他的特色 所以会看到外观会有点像 有点像黄色浓泡状 那他常见于头颈部 呼吸道以及腹部 那浩巴男性 浩巴年纪大概20到60岁 那铁型的表现就是一个黄色浓氧光的图籍 那第三点 康生素治疗无效的这种放射菌 造成的浓氧 最佳治疗很好 还是像我们所处理的手术切除 术后和平康生素使用 那一般的抗氧素的首选都是排泥西零类 这边是放射菌 它是一个分支的感菌 右边是电子写一下图 它是一个分支的感菌 那刚刚提到放射菌的特色是 逼你逼你 虽然会看到有分泌流状的颗粒 这是染色叫流状颗粒 它特色别的细菌不会有流状颗粒 那刚提到放射菌在全身表现 它常见是在呼吸道 或者是头颈部 还有那个腹部 那第一张图 这个是一个在下嘴唇的放射菌 下嘴唇 那第二张如果你都没有治疗 它会慢慢一直往旁边散步 这是那个下巴很群聚的那种放射菌 那第三张也是在胸腔 也是都是这种黄色颗粒 是放射菌很典型的表现 好 那谢谢大家 不知道你有什么问题指教 这整个下一个后院壁 那注意在两点钟方向有一个突起 那就是后院壁一个放射菌的突起 这个地方